很松脆的 吃了下去就停不了口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年饼哦 今年的年饼就换一换 用这个面包来烤 然后加那个面包油跟那个糖哦 马来西亚这边叫 做法非常简单啊 今年就改一改啦 换一换这个 这个也蛮特别一下 用来做年饼 好了 现在就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如何制作吧 这个 好 好了 材料非常简单啊 就是这个面包油了 面包油还有 白糖 白糖我是用粗的了 还有面包呢 面包就是这种白面包了 我们这边 会称它做海南面包哦 就以前就是海南人卖开飞店的时候 就用这种来涂那种鸳鸯哦 就是这个牛油跟那个嘎鸭哦 就一般 超市 都看到有了 都有卖了 还有一些便利的商店都有了 那些马来当啊印度当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买得到 如果是那种 有牌子的频道 我们吃那种有牌子的 做出来的效果 就不是那么的 啊 松脆啦 只有这种白面包会比较好吃一点哦 来 现在我就来 继续涂这个面包了 其实哦 涂面包 每个人都会涂啦 它这个 最重要就是 这个边啊 看到吗 面包的旁边啊 最重要把它涂完 涂到均匀 涂到均匀 这些这样子了 旁边这些 完全给它涂抹到涂完 就不出来不用紧啊 就是这样子了 接上来就是 我们来上这个糖了 盤子上比較好了 可以看到嗎 倒爪 好了那我們可以來撿這個 先把鏡頭移過來 就大小塊要什麼形狀 自己喜歡了 可以把它剪成 剪三刀 或者四刀都可以了 或者這樣子 開個十字刀都可以 把它擺整齊 預熱烤箱 就可以拿去烤了 就是這麼簡單了 好了 烤箱也預熱了 我是放它 160到170了 好 然後就先放它一個20分鐘了 等下10分鐘才得對調 10分鐘過去了 鬧鐘響了 我們來移位 把上面的移過去下面換一換位 看一下看OK嗎 可以了 下面的移上去 繼續烤 再烤多個10分鐘 再烤多個10分鐘 好啊 時間到了 把它來看一下 哇 好香啊 先給它拿出來 待它 涼了過後 就可以 裝上 罐子了 在此補充一下 每個烤箱的大小溫度 都會有所差異 甚至有些 必要烤到30分鐘 好啦 現在過來這邊看一下 有看到 有些比較黑嗎 這些 靠近裡面 因為它 在這個烤箱裡面的溫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就 裡面黑 外面就 比較沒有那麼焦 但是 這種顏色的 也會特別的香喔 好 這樣現在就 也冷了 再可以裝上 瓶子了 裝上罐子了 通常是喜歡這樣子的 這個有糖的 就向外面 好 慢慢放 可以拿去送禮啊 撞上來 就可以拿去送禮啊 送朋友 就比較特別一點喔 經理要特別一點 做這個 Potico 好了 撞上來 又是這麼簡單的 來呀 現在我們來 ASMR 來你試 看點 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的 你的 給爸爸試驗了 來 來 很 很脆的這個 吃了下去就停不了口了 它有一點那個 兩個很像比賽吃這樣 那個 奶油的味道 加上那個糖 你不要吃那個麥啊 最後一點啊 看不到我 好了 今天的影片 LotiCock 就到此為止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們有影片上角的時候 它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覺得好的話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素食 就是那麼簡單 感恩有你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接 臺